其實PLA在醫學上發現已經大概五六十年了 大概在30年前左右 它是用在可吸收的縫線 像Phycrete裡面 後來發現它有刺激膠原蛋白增生的作用 所以大概在11、12年前 在歐洲先開始使用在HIV 就是因為有艾滋病 它會變成脂肪被吸收凹陷 臉頰凹陷 因為這樣的病人 他這個臉頰一凹陷 雖然第一個是看起來難看 可是這些病人會有一個很大的心理障礙 因為大家一看這樣子就知道他是艾滋病 會造成他社會心理上很大的壓力 所以就做這樣的治療 美國FDA在2004年開始核准 那在美容方面的運用 是發現說它也可以抗老化 有Lifting的效果 緊緻的效果 所以美國FDA也在2009年核准了 比如說我們台灣叫做法令紋 你們叫做虎紋 虎紋的這個治療 像這個治療就是對於美容方面的用途 另外其實它還有很多 現在美容方面的用途也越來越多 這是它一個發展的大概 對於美容方面的在美容方面 這是我們的治療 有的 有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